1949年冬 解放大西南的步伐 迈进武陵山区 陈希连率领的人民解放军 第二夜战军第三兵团 由湘西入川突破乌江防险 冰封直至重庆 在农物深所的戈勒山一处山坳里 有一座常年重兵把守的高墙大院 这里就是渣字洞监狱 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要地 就在武隆解放的当天 原看守人员黄茂财 从监狱里带出一封署名为吉祥的信 悄悄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 邝书华 信中写道 国民党已经开始分批屠杀革命者 极有可能在近期实施更大规模的屠杀 集结希望党组织能够在一周之内实施营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本小册子由公安部档案馆编印 其中选入了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元局的公署 公署中徐元局回忆了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仁凤 向他部署大屠杀时的情况 毛仁凤分别向张群 杨森 王灵基及卢汉将军 传达了台湾的决定 斥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机案 所谓清理机案实际上就是杀害在压的共产党员 和各界进步人士 在西安事变中扣留蒋介石的杨虎成将军 被列为了第一个清理对象 毛仁凤对我说 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成杀掉 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 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1949年9月6日深夜 一辆球车悄悄驶进戈勒山上松林坡内的远霸 车里下来的就是从贵州乾陵山 转移到重庆的杨虎成将军和他的秘书宋启元逆行 在一群特务人员的押送下 杨虎成将军向着山腰的一幢小楼走去 他的儿子杨整忠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 当他们进入到这个代工池上那个花坛的那个方向往往走的时候呢 就几个特务就动手了 一下子几把刺刀呢 同时呢就是把他的儿子杨整忠就刺倒了 杨整忠呢就刚喊了一个爸字就倒下去了 骨灰洒了一地 杨虎成走在前面听到儿子喊叫声啊 刚转过身来 几个特务几把剑刀 就同时把杨虎成就撂倒了 随后宋启元徐林霞夫妇和小儿子宋振忠 以及杨虎成将军的女儿杨整桂 也被特务们带进半山坡上的一间警卫室杀害 在被杀害的四个人中 有一位小烈士 他就是宋振雍年仅八岁的弟弟宋振忠 宋振忠还有一个别名 小萝卜头 因为他当时在监狱里边呢 什么营养都没有 瘦的整个就是一个皮包的骨头 就是一个大脑袋 别人就说他像一个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在监狱里有三重身份 既是政治犯又是小学生 还是狱中挺进报的发行员 黄先生将军当时呢他可以看报 通过报上看到了好多消息 写上小字条就给了陈燃 把这些消息呢 在那儿给他编辑就是狱中的挺进报 再由小萝卜头把他带出去送给这个狱中的党支部 2019年6月10日 一位冒蝶老人冒着风雨来到白宫馆监狱救治 老人名叫石盘奇 解放重庆时 他是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的摄影员 七十多年前 正是他用手中的相机拍下了人们成练杨虎城等历史的照片 小心哦 走进代工寺下的警卫室 那段悲伤的记忆再次浮现在他的眼前 对 就在这里 警卫室 我当时看他是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 他这个外边里头的这个比这高 后来他们就交代说 这是警卫室这个 杨虎城的秘书孙韵 他们一家被害在这里头了 当时呢 这个就把它挖出来 这座名叫香山别墅的大院 就是白宫馆监狱 叫小萝卜头念书的老师 东北军将领黄贤生 被关押在楼二市里 由于国民党并不知道黄贤生的共产党员身份 他在监狱里仍然享受着特别的 特殊的待遇 10月7日早上 黄先生接过特务送来的报纸 漫不经心地阅读起来 突然 他的目光不再移动 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 原来 报纸的一角 看在了六天以前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当他读到五星红旗作为国旗在天安门长楼升起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在开国大典上奏响的时候 他的眼里泛起了泪锅 他高兴得很 他都把它写出来 都是那个蒙古人 走过来 刹那间 各个浴室的秘密渠道都活跃了起来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黑暗龙罩的白宫馆监狱 大家都晓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鬼气是啥子 鬼国是啥子 都晓得 一一二七大屠杀脱险制势 傅伯雍撰写的《狱中斗争记实》中 他用这样的文字描述出当年的情景 平寺室的难友们扭起了央歌 楼寺室的难友们唱起了伊勇军进行曲 歌声响彻天际 独唱的 吟诗的 座谈的 1949年10月7日 是白宫馆男友们在狱中最幸福和最喜悦的一天 就在大家集结欢歌的时候 陈然提出制作一面五星红旗来迎接解放 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可是监狱里一无所有 拿什么做旗帜呢 陈思之中 罗广斌的目光正好落在自己的红底绣花被单上 罗广斌有一串北面 上面有花 他们把它花齿了 用哪个来做的 被单做成了红旗 但五角星又是怎样摆放的呢 男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认为在左上角 右上角 正中的上前方 红旗的中央 仍论不休 大家只好按照黄先生纸条上简短的描述 加上自己的理解设计起国旗的样式来 我们的想象来的是 那个大的啊 都是共产党 起销的啊 都是全国人民 所以我一说共产党 整个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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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基本统一后 大家找来包中药的黄纸 做出了五颗黄色的星星 又用省下的范粒 小心翼翼地 把它们粘贴在了旗面上 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 就在戒备森严的黑牢中 诞生了 激动的人们手捧红旗 抚摸不止 燃烧的激情 催生出黑牢里最深情的诗句 我们已有一面五星红旗 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 星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把它藏起来啊 当解放大军来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 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 一起出去 我们也有一面红旗 等到权贵解放的时候 我们抬着我们的红旗 去迎接我们的大 为了保存好这面五星红旗 平寺市的那有不断变换隐藏的地方 最后撬开金色墙角的楼板 把它粘贴在了楼板的背面 1949年10月底 徐元局按照毛人凤的指示 拟定出分批屠杀计划 决定将渣字洞 白宫馆看守所在押的 挺金豹事件 川东地下党 华英山武装起义的共产党人 先行屠杀 10月28日上午 一对鹤枪实弹的武装特务 突然冲进了渣字洞监狱 当看守叫到兰地狱的名字时 他意识到为党献身的时候到了 他从容地从贴身的衣袋里 抹出一张纸片 妥同监事 没被叫到名字的难友 转交给自己的儿子 蓝耕筐 你更况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 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圈 遍地荆棘 给你什么遗嘱呢 我的孩子 今后愿你 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耕种为 美丽的园林 我的名字为啥是叫庚慌 他说革命尚未成功 我们国家那么贫穷落后 将来他们还没有完成的任务 就要交给我和我们的下一代 要结果他们这个旗帜 完成他们为今的十年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 蓝地狱 王浦 陈燃 城山楼 楼月墙 化界 雷震等革命志士 在大平行场 应有就义 十一月的重庆 农云如盖 山雨欲来 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的大迂回 大包围战略 一步步向重庆逼界 面对军事上的节节势力 蒋介石携毛仁凤 再次飞临重庆 下达了一系列疯狂的指令 毛仁凤这次到重庆 主要执行蒋介石交代的破坏 屠杀 潜伏 游击四大任务 他移到重庆 及赤令西南特区和重庆稽查处 将渣子洞看守所 白宫馆看守所 新世界看守所囚禁的革命人士 一律屠杀 11月14日 按照徐元军已定的第二批名单 江竹军 李清林 徐建业等 30名革命军士 被杀害于电台蓝牙 接连不断地屠杀 让关押在渣子洞监狱里的 原中共重庆市工委副委书记 胡其分敏感地意识到 一场更大的灾难 极有可能在尽气来临 11月19日上午 胡其分透过栅栏 突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此人就是之前通过狱中 策反争取过来的 原看守人员黄茂财 胡其分当即决定 将狱中的紧急情况 托黄茂财报告给外面的党组织 两天之后呢 黄茂财就把这封署名为吉祥的信 交给了地下党员邝书华 这封信呢 就是旅劳的领导人 胡其分用画名来写的 在信中 希望党组织尽快地组织营救工作 胡其分在信中简腰介绍了 狱中武装看守人员布置 前期策反工作情况 及监狱附近的环境 希望党组织尽快实施武装营救 第三 第四批或将处决 第三批传命令以下 可能州内办理 在局势紊乱内部实际成熟时 盼外面朋友 以设法布置 强救我们 中共沙瓷北被取领导小组组长 刘康收到信后 迅速将狱中情况 向中共川东特委做了汇报 并提出了加强上层统战营救 和组织武装抢救两套方案 当年参与营救的地下党员林向北 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冒险与敌人谈判 准备用钱购买狱中同志人头的经过 我们第一次提出了买两个亲戚 对方喊价一条金子十两一个 我们诉苦求情 改为五两一个 等到三根过后 法官才回来告诉他不行了 他托的人已逃离了重庆 此时 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 并没有实施节育的武装力量 为了救出狱中同志 大家日以继续地奔走 尝试了各种办法 王帝告诉我 他下面练习重担一个学生 他的一个亲戚 在瑞尔津里面当连长 住着就在锅罗山的半山腰 我说有没有可能 在街往前处进去把钱抢人家 都不可能 里面的力量太强了 我一个年龄的兵力 不管不得中 11月26日 刘康联系动员了中央警察学校的进步学生 作为武装营救人员 并找到了枪械来源 就在营救计划紧张筹措的时候 噩耗突然传来 大屠杀在11月27号这一天爆发了 虽然重庆的地下党组织 准备了多种营救方案 但由于时间紧迫 被策反的人员突然调离 以及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等种种因素 这些营救的方案 最终没能够实施 刘康在一封信中自责道 这对于我们这些比饭痛不如的家伙 真是一件实实在在 永远也吸刷不了的耻辱 1949年11月27日晚 特务以转移为名 分三批将关押在渣滋洞监狱的 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枪决 屠杀一直寄行到28日凌晨 许元局在1954年 接受审讯室供任 11月27日 在白宫馆 扎子洞 松林坡三处 共杀害黄先生等200余人 其中扎子洞大屠杀是我 派人去执行的 原理分别勒死 因时间来不及 改用美国卡宾枪 汤不声机关枪扫射 这就是八间屋子 这地人是把那个几百号都集中到这个八间屋里头去 把人机枪打死了以后 然后放上汽油 灯烧 所以把这个房子都烧了 烧火了 尸体都在地下 都烧嚼着一个一个尸体 胳膊手头都没有 光是中间的一块一块的 面对通向死亡的枪口 革命制式们仍然没有屈服 当机枪从门洞向金射扫射时 关押在平六市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学元 一把推开正对枪口的育友傅伯雍 双手抓住从门洞伸进来的枪管 用身体挡住了四射的子弹 前面的机枪也扫射过后 很多司机都把父亲的都被遮住了 敌人认为他打死了就走了 机枪的扫射声 愤怒的呐喊声 满滴的鲜血和春天的火光 把渣子肚变成了人间地狱 二百多名被关押在此的革命制式 倒在了黎鱼鸣之前 渣子洞监狱仅有十五人得以幸存 他们之所以能够冲出铁桶寺的魔窟 却是因为几个月前维修的一段围墙 1949年6月 一次山洪冲溃了监狱围墙一角 中共夏川东地下工委委员 铁窗施舍发起人之一的杨渝长等人 被派去修复 围墙修好后 杨渝长写下一首诗 祝强自为莫孝赞 只为正段铁所加 越于脱险成功日 神州开变自由化 从他们的这个事故里面呢 把这种英语啊 都告诉给那些男友们 就一旦有机会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缺刻 可以冲出敌人的监狼 大屠杀之夜 这面掺杂杀石的围墙 成为了渣字洞监狱 唯一的逃生之门 后来在渣字洞里 跑出去有十多个桶子 通过这个曲口冲出去 就在渣字洞监狱 大火冲天的时候 国民党特务又在白宫馆监狱 开始了疯狂的屠杀 整座监狱 仅由罗广斌 郭德贤等十九人 跑了出去 要二十七那天呢 我在北部管 他都集中啊 就把要杀的笼子去杀了 枪毙了 不断地踢到枪身 黎明前的黑暗里 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哥乐山的牢狱 虽然他们没有等到冲出牢门的那一天 但他们听到了清中国成立的消息 听到了人民解放军一路攻城拔寨 停进重庆的吟吟炮声 江南防线是国民党部署在重庆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花溪河两岸 聚集了胡宗南 罗广文 杨森 罗启同等部 上万人的兵力 11月26日 人民解放军左集团第十二军 第三十五师 第一百零三团 一营和二营 不足千人的队伍 在南拳虎啸口附近 与国民党守军遭遇 在军力悬殊巨大的情况下 两军进行了连续三天激烈的阵地争夺战 下路相逢勇者胜 最终人民解放军 以一百多位直战员 壮烈牺牲的沉痛代价 撕开江南防线 打破了蒋介石重兵把守的 重庆南大门 11月29日 人民解放军西进支队 进入乌山境内 国民党军队 凭借长江三峡天性 构筑的川东屏障 被撕开 面对水路 两道防线的同时溃败 蒋介石下达了撤离重庆 并对重要工厂 学校及市政设施 进行大破坏的命令 破坏重点为重庆 各兵工厂 空军机场的设备 与库存物资器材 及重庆电力厂 自来水厂 国际无线电台 公路桥梁交通要道等 各兵工厂破坏的程度 以一年内不能恢复生产为原则 位于重庆江北的第21工厂 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枪械武器制造基地 这里自然成为了破坏的首要目标 破坏命令下达的当天 厂内就开始停工戒严 特务挟持了厂长于卓之 并在工厂重要部位 安放了数百箱TNT炸药 11月29日当晚 还是学生的郑红泉 刚推开寝室的大门 忽然听见一阵天崩地裂的爆炸声 眼前就看到一阵这个北光山洞 就好像那个打雷之前的这个电山一样 然后跟着就是一阵巨像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 刘家台的方向 火光通天 我们知道坏了 哪个山谷被爆炸了 把整个这个山呢 都崩开了 我听到那个 那个二十一工厂 那个爆炸声 把我们的玻璃厂里都整坏了 所幸的是 第二十一工厂中心区域的炸药 并没有被引爆 为了消除隐患 在工会的组织动员下 职工们聚集起来 准备拆除炸药 然而 面对堆积如山的炸药箱 和千蝉如网的引荐 一时间却无人敢杀 其中其决定作用的是五坤山 五坤山呢 是步枪厂的一个劳工人 他就说我是这么大年纪了 生死也无所谓了 我就先保第一箱 他把第一箱保出去之后 没有事 所以其他的工人 跟着把炸药箱保走了 最后 由我们厂里面的这个母船 就把这些炸药箱 全部成的炸药箱民群 同一天 生产钢铁的第二十九工厂 也遭到了破坏 中共地下党员刘嘉宜 和十八名工人 在拆除炸弹过程中 因定时引信引爆炸弹 而献出了宝贵生命 相对于惊心动魄的护肠斗争 重庆的护肖斗争 从表面看来要温和得多 十一月初的一天清晨 当重庆大学的教职工们 打开家门的时候 几乎每家每户 都收到一封特别的来信 就是写一封黎明信 现在再放招再集 因此我们的学校 必须要保护好 你有富有在力 今后你的好事情 我们给你寄到去 你做的坏事情 我们也给你寄到去 中共重庆地下党 充分利用新清社 民清等外围进步力量 在各校成立了多种形式的 护肖队伍 从11月29日 国民党当局下达大破坏命令 一直到重庆解放 没有一所学校受到破坏 富上富校应该说 我们川中第二党 在迎接解放 配合接管的工作中间 是开展的桌游成校的一块 重庆有这么多的兵工厂 最后应该是绝大多数 都是完整地交到了人民的手上的 而我们的学校也是全部的尸身 都没有受到一个的伤害 刘伯承 邓小平通过情报 提前获系了国民党的破坏计划 经电视毛泽东同意后 于11月28日晚 下达了奸机扫灭逃窜之敌 和塑形渡江控制江北案命令 以最大限度保护重庆 少受破坏 这张保存在重庆警备区军事馆内的照片 拍摄于七十多年前 照片中向国民党军俘虏讲话的人 名叫严大方 解放重庆时 他是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军 第三十二师 第九十五团团长 11月29日黄昏 他带着一营人马 悄悄进入了海棠西大街 就直查到海棠西的敌军的指挥中心 就把敌军后方的总指挥部给占了 刚进指挥所 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我立即意识到 这是从山上阵地打来的 决定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这个时候呢 父亲就直接接过电话 因为他是四川人 山上是这个阳升的部队 也是川军多一点 就直接就用四川话跟他们讲 说部队有新的变化 要求他们 山上的部队到 海棠西东侧 五公里公路处集结 师团以上的干部 到指挥部来接受新的命令 半个小时后 黄绝压上的国民党守军 按照严大方在电话中的命令 全部撤到了指定的地方 师团干部 陆陆续续到指挥部来接受命令 这个时候呢 陆陆在指挥部 设置了一条网吧 就来一个抓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翁中捉鳖 因为严大方的一个电话 国民党官兵一千三百余人被俘 南岸地区就此被解放军控制 重庆迎接解放筹备小组秘书长 柯瑶芳之子柯玉进 至今仍然记得南岸解放的情形 到第二天天亮了 这个枪声慢慢停止下来了 高连级同学 就推开防空洞的门 跑出去看 完了就回头来教大家 就是解放军来了 解放军来了 解放军来到长江边上 本应按照计划迅速渡江解放重庆 但江面上却找不到一艘船 穷闷老乡之后才知道 所有船只都被国民党当局 扣在了长江北岸 就在团长严大方无计可施的时候 一艘悬挂着白旗的契轮 缓缓从对岸市来 重庆迎接解放筹备小组的主要成员 和中共川东特委的卢光特 正站在船头向解放军挥手致意 中共川东特委决定 为使市区少遭破坏 要尽快与解放军联起 为此特派我过长江与解放军联起 记忆解放重庆市区的大事 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中共川东特委早在夏天就开始 谋划动员重庆工商界开明人士 共同保卫城市迎接解放的工作 此时的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 即使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 也是大破坏的指挥者之一 1949年11月初 外界传言国民党撤退时 杨森将火烧重庆 但杨森却通过广播放弃了烟幕弹 他跟重庆人讲 他要与重庆人民共臣 他的广播里面 可能他心里有算满 为叹清杨森的真实想法 这一天 蔡赫年来到杨森家里 劝他看清形势 放弃破坏 杨森却提出 要与蔡赫年 做一笔特殊的交易 当杨森提出 你们要我不少重庆 可以我不少重庆 但是你们得给我钱 你们给我十万美元 作为代价 蔡赫年 以立即筹集款项为名 告辞离去 当天下午 川东游击纵队参谋长 中共地下党员 蒋仁峰 听去情况后 指示蔡赫年 可以与杨森 做这笔交易 给他钱 不能给他那么多 蔡赫年 跟杨森 掏价 换价 最后以三万元 把杨森打发了 由于国民党封锁江战 迎接解放筹备小组 预估到解放军将无法渡江进城 就把寻找轮船的任务 交给了柯姚发 民党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嫂棘 跟我父亲是亲家 所以就接这个民党公司的民运 开到海淌去 去跟解放军联系 迎接解放筹备小组 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后 又迅速组织了大批轮船 运送解放军渡江 当晚人民解放军 分批进入重庆城区 重庆得宜解放 我们在路上 果然看到了一堆一堆的解放军 胸前带着一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胸灰 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 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 我们只是向他们笑 小组里面 和我们站在公里外边 迎接解放军 不上欢迎 12月1日 毛泽东收到第二夜战军 发来的电报 我三兵团先头部队 于昨下午解放重庆 守敌西桃 十一军只一个师 定金正式入城 1949年11月30日 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市 十月十四日 我军解放广州后 蒋介石参与北国 第二天的大公报 报道了重庆人民 全城欢声雷动 爆竹喧天 迎接解放的情景 昨晚七点多钟 部分人民解放军 在雨中分头渡江 到达市区 鞭炮声和人民的欢呼声 欢迎解放军 人民解放军万岁 交之成一股 强烈欢欣巨流 一队解放军 在抱住欢呼声里 行底较长口 上五项口时 街口一家良友乐队 奏起义勇军进行曲 满街人民 同时随声和唱 那雄壮的歌声 表现出中国人民 争取自由和独立的 高昂意志 是多么坚强 这个重庆解放 首先是粉碎了蒋介石集团 图盟在重庆 以及西南地区 东山再起的这样一个阴谋 第二 重庆解放 它是全中国解放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打西南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具有重大历史 意义的一件大事 西南战役 历史57天 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集团 企图盘踞西南 自己卷土重来的梦想 重庆解放第二天 共产党员林向北 就接到一项新的任务 成立白宫馆 扎子洞脱险知识联络处 当时刘兆峰 卢光特同志 要我用最快的速度 最好在一两天内 找一个地方 把这些脱险出来的同志 安顿下来 一天后 脱险同志联络处 在临江路中介公寓成立 同时 安葬大屠杀中 死难烈士的工作 也在紧张张开 我在里面 负责接待那些历史家属 我记得清楚一点 都是刘兆徽 刘兆徽历史 门人学无能 人都到人都不到 他说 不要得他穿了 他的毛背心 我就给他一层层 把他的衣裳给他盖开 盖开了以后 后来这里又见 枪回谁的毛背心 看到了以后 刘兆徽历的妻子 也就回到地下了 刘兆徽历史 你们是中华民族的 光荣和骄傲 在纪念你们的今天 我们要化悲愤为力量 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继续勇敢作战 几天里 从大屠杀中 生还的三十四位 脱险之士 陆续来到联络处登记 罗广斌 毛小初第一时间 返回白宫馆监狱 从监视的楼板下 取出了那面 由狱中难友们 亲手制作的五星红旗 为什么这面红旗 如此的鲜艳 因为英雄们 用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这面红旗 如此的美丽 令人用信仰 支救了它 1949年12月10日 重庆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首任市长为陈希莲 1950年1月23日 重庆市第一届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这是重庆历史新纪元的开始 从此以后 重庆人民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开始向着建设新中国 与新重庆的道路迈进 曾经将个人生死荣辱 置之度外的郭汝贵和刘宗宽 受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京军事学院战术教员 继续为新中国的军队和国防建设 默默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重庆解放后 罗广斌时常沉浸在 对死难同志的悲悼中 曾经的上级张国伟 在狱中对他的嘱托 常常出现在罗广斌的脑海里 罗广斌关押在杂质洞的时候 他曾经的上级张国伟 就交给他一项很特殊的任务 把狱中同志们讨论的意见 对传统第二党历史教训的总结 好好地记录下来 整理出来 带出去交给党组织 为什么罗广斌会被选中 承担这个任务呢 第一呢 认为他革命意志坚定 第二点呢 罗广斌的哥哥叫罗广文 国民党十五兵团的司令 看在罗广文的面子上 可能罗广斌是最有希望 能够活着出去的一个人 为了总结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 被破坏的教训 罗广斌用二十五个夜晚 追击整理出了江竹军 徐晓轩 陈然等上百位革命志士 牺牲之前在狱中的讨论和反思 12月25日 罗广斌向中共重庆市委 递交了三万余字的 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 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40年后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胡康民 根据原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 萧泽宽的建议 将报告的第七部分 狱中意见 归纳整理为八条 称为狱中八条 第一条 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第二条 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第三条 不要理想主义 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第四条 注意路线问题 不要从右跳到左 第五条 切勿轻视敌人 第六条 重视党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 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第七条 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第八条 承办叛徒 这份凝聚着上百位革命先烈 在生命最后一刻 用鲜血和信仰书写出的最后嘱托 就如一声长鲜明的警钟 响彻轻视 他全篇是对失败的一个理性的分析 是对教训的精确的终结 所以说习近平中书记所 血力教训 这十个字 这一份报告 它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特别是在我们现在 怎么样保持我们长期执政 怎么样来加强我们党的内部的自身建设 它没有过时 它仍然是一份历史的境界 漫漫时光 把那段黎明前的黑暗 深埋在历史深处 而七十多年前 破效时分 从这里绽放出的理想信念 却是一座不灭的灯塔 在每一次回望中 召见我们的来路和去处 解放七十多年后的今天 这座新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以坚弱磐石的信念 坚持不懈的尽头 坚韧不拔的毅力 坚定地走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把革命先被开创的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 山环水绕 江峡相拥的重庆 正敞开怀抱 如梦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